2012年台北美术奖得主周玉正有新的展览 他跟英国当代艺术家莫里诺合作 重新诠释莫里诺的绘画 壁画 还有雕塑等等 英国艺术家非常满意他这次的改作 赋予了他的作品新的意义 专角走进展览空间 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大片蓝色地毯 而在墙上的艺术作品像是杂志一般错落摆放 艺术家周玉正说 这个空间和一般画廊很不一样 画作是我做的 改变也是我做的 可是原本的内容是另外一位艺术家的内容 所以其实我不希望说观众针对每一件作品 用以前过去一种像画作的方式去观看 而观看应该是说 从第一个展间的一个视觉里面 让我们去欣赏到一些事情 到第二展间会有另外一个想法 这次展出的所有作品 都是英国艺术家莫里诺的创作 周玉正改变颜色 拼贴 重置 发想莫里诺周玉正计划 莫里诺对成品非常满意 像是这幅挂在高处重新着色的油画作品 隐约看出画中的十次图案 因为这个药有如此强烈的能量 在基督律中的圣语 感觉到这幅挂在高处 很像一个圣语的圣语 你走到最后的圣语 那裡是駕駛 所以我當我第一次看到的 是這個 我還沒想到 我自己也沒辦法 不論是展品放置的位置 顏色 素材的選擇 周玉鎮延伸發想 展開不同世代東西方的交流 像是這件汲取莫里諾迷彩圖案 在創作的作品 某個時期它有大量使用這些東西 那我是重新把它改變顏色 對我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現在看的這些東西 其實它只是我把它過去 藏用的一個元素 重新再現出來 穿國通道來到另一個大小 一致的展間 只是抽空所有的展品 留下牆面的色塊 而周玉鎮說 從第一個展間走到第二個展間 強烈感受藝術與空間的對話 在這裏的展示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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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的展示 中文字幕提供